謝謝主席,請主席先邀請部長 好,林部長 部長好,我知道你今天很辛苦 但是我先不問WHA的事情 我先問一下跟大家的健保權益有關的 最近衛務部推了一個政策 廢除健保鎖卡制度 以保障弱勢 對不對 請教一下部長 這次廢除的有多少人 4.2萬人 這4.2萬人 你有查過他們的財稅資料嗎 4.2萬人裡面 有一半真的是 攪不起的 另外一半 事實上是聚攪的 或者蓄意不攪的 那這些蓄意不攪跟聚攪的 你一樣幫他攪 是這樣嗎 蓄意不攪的部分呢 我們是第一個要吹攪 第二個就要送行政支援署 那既然他蓄意不攪為什麼要幫他攪 你就繼續吹攪就好了 繼續再吹攪 而且要送移送 要移送嘛 移送 就是全面 沒有啊 你過去本來 我記得 我在當新聞局局長的時候 吳敦義院長 他就是第一個出來 這個解鎖的啊 解除這個鎖卡的啊 那當初就已經訂定啊 就是這一些真的是 因為收入低 繳不起的 又有看病需求的 那政府幫他解決嘛 不是嗎 那是民國99年第一次 對啊 所以照理講 剩下的應該都是那些故意不攪的嘛 沒有 那一年一年擴大啦 對啊 一年一年擴大嘛 我的意思是說 沒有錯 你每一年都會有不一樣的 這個繳不起的人嘛 是真的繳不起喔 不是故意不攪的喔 或者拖延不攪的喔 所以我說 我莫名其妙 你這個衛務部發出一個說 廢除健保鎖卡制度以保障弱勢 人家糊弄大家啊 這根本就是舊的政策啊 這哪是什麼新的政策 這個重點呢 就是不是用這個鎖卡 來動作吹腳的這個 這個政策手段啊 那你是用什麼 所以你是用什麼 部長你可能剛回來 你也搞不清楚喔 對不對 委員好 我是那個 這個政策應該不是一天兩天決定的吧 對 因為市長這樣 那是什麼時候就決定了 就我們目前來講 上一次吳敦甯院長在 就是一些鎖卡解卡了以後 因為還有 現在還有說4.2萬人 對 他還是屬於在鎖卡的狀態 對 那這裡面有一些 這些應該是變動的啊 如果照之前的邏輯 就是說 真正繳不起的這些 我們講說生活比較困苦的 對 政府都會幫忙處理嘛 所以譬如說假如103年的時候呢 他是就是有工作的時候 可是問題現在是105年 對啊 還以為沒有繳健保會 那我說這是滾動式的嘛 這種檢討是滾動式的嘛 所以這個不是新的政策嘛 所以我今天要問的就是說 這4.2萬人當中 扣掉那一些 是真的生活困苦講不起的 對 其他都是故意不繳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的政策應該是說 你有什麼樣新的方法來處理 這些故意不繳的 這才是你新的政策啊 對 我想我們重點是在就是說 要讓就是 就義權跟那個催款喔 是分開算的啦 所以就是我們今天讓台灣的民眾 就是說你今天 這些故意不繳的 你有查過他的所得資料嗎 就是說他繳是 就是說我們那個 有那個誰就是我們 他們的財稅資料 稅率是不是都在5%以上 對 假如那種的就是 我們就會幫他催款 喔你幫他催款 對對 喔 你有沒有幫他帶腳 沒有啊 沒有你幫他催款 那這個催款也以前都在催啊 對對對 有變嗎 沒變 有改變嗎 所以一切都沒變 怎麼會說這是一個新的政策咧 就是說讓民眾 就是民眾可以知道說 這本來就滾動式的檢討嘛 怎麼會變成是 感覺是全新的政策 好像是你新政府的德政一樣 莫名其妙啊 對不對 這本來就在做的事情嘛 更何況 我還擔心你們去幫那些 故意不繳的人繳耶 那些 如果真的是收入很高的 他故意不繳 因為他根本不看健保 重點是 他看什麼 他根本看自費 他根本不看健保 對那可能很多次看自費 對啊 結果你還去幫他繳 沒有幫他繳 我跟你講 跟委員報告 4.2萬裡面的2.1萬 那個真正是需要幫忙的 而且那些他都不知道 沒有錯 部長你不要會錯誤我剛剛講的意思 就是真正需要幫忙的是滾動式檢討 對 你們的責任就是每年要去檢討 這一次也是滾動式檢討 這是2.1萬 因為他的財稅資料 那既然是滾動式檢討 這本來就是既有的政策 這一次是完全脫鉤 完全把 因為我們很多這種弱勢民眾 他碰到問題的時候 不知道尋求之 所以常常發生遺憾的事件 這一次是把這些全部都解決而已 為什麼之前不解決 所以你們是怠惰失職啊 本來之前該解決 為什麼你不解決 為什麼你現在才要解決呢 這個跟 這個跟 新舊政府有關嗎 沒有關啊 這本來就是你該做的事情 如果這樣是你們之前失職啊 沒有去查 怎麼會漏掉這2萬多人 是沒有去處理咧 現在才處理咧 是不是有人失職 有人怠惰 有沒有 有沒有 部長你也答不出來嘛 我不知道以前為什麼這樣 所以不要隨隨便便 就講成說 好像喔 這是新政府上來 你們才做的德政耶 不是這樣耶 是本來就在推動的 是你沒有做好耶 對不對部長 部長你沒做好的事情還很多 我跟你講 那個美豬的議題 你看 部長你是小兒科的醫生啦 是 請問一下 這個 瘦肉精萊克多巴胺整 等這些東西啊 誰最清楚他的毒性 誰最清楚他對人體有害 是你嗎 是我嗎 還是小孩子的媽媽 還是那些小學生 還是我們小孩 他們都不知道啦 部長你做醫學研究你最清楚 賣藥的最知道啦 藥廠 所以舉證責任怎麼會叫台灣來做咧 美國跟你講說 有沒有毒 你們台灣要證明 如果沒有科學政治 你就給我吞下去 是什麼啊 這叫霸權 這叫霸權 你做一個醫生你要有良知啊 今天這個藥 這個 就算它是一個添加劑 對人體有沒有害 怎麼可以叫病人來自我檢測告訴你答案呢 或者叫食用者 消費者自己來檢驗然後告訴你答案 這是廠商啊 製造藥的廠商 他應該提出來的科學證據嘛 所以你應該告訴美國人 提這個科學證據給我 你看他敢不敢提 所有賣藥都不敢提啦 所以你在 如果幫他去背書這個 你就是土力廠商 不是嗎 你就是土力藥商 我可以這麼講 所以 部長你是一個醫生 你要有醫德 你還有道德 你現在就是 那個部長 你要替你的政策背書 你要拿出你的良心 這件事情 有沒有科學證據 絕對不是台灣的消費者來提出證明 也不是台灣的政府來提出證明 是廠商 你要賣這個藥 來放到我們的 豬上面的這個廠商 你要提出這個證明才對 部長 我這樣講 你可以接受吧 可以吧 還是你覺得 還是應該我們自己來提科學證據 我講的是很人性的話 我剛剛講的 難道違反人性嗎 沒有啊 這是一個消費者普遍的心態啊 所以衛生署 你要站在這個立場 為我們的健康把關 拜託 謝謝委員 好 我們謝謝江啟陳委員的資訊